15岁的哥哥吴牌骑摩托 载着两名年幼的弟妹外出 摩托车在行驶途中的失控冲入反方向车道 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休旅车 三兄妹当场伤重不治 这起夺命车祸今天中午12点半 在彭亨北根文达路前往拉米方向第7公里处发生 警方发文告表示 根据初步调查 三名死者当时共骑摩托 三兄妹当中的哥哥鲁莽驾驶 导致摩托失控冲入反方向车道引发车祸 年仅15岁的哥哥 11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当场死亡 休旅车司机和两名乘客受伤 其他三名乘客则平安无事 案件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条文展开调查 我以前代替身权的谣言 不知享受 我以前也有列了 拥捕 应该人与伤了 我以前员和 我没想到 那技能 感谢观看